团结政府将在下个月24号提成财政预算案 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透露 他早前和首相纳杜斯里安华会面时 表达了母语教育不能被忽略的立场 对此安华保证会确保华教获得公平对待 被前朝政府腰斩的拨款也将恢复 林冠英指出安华提出的昌明大马理念 教育和经济被列为首要关注的事项 我国的经济在团结政府执政后也逐渐有起色 所以经济防御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注重 而且我们看到经济开始渐渐的好转 尤其是你看我们的马币 从前朝4块7毛半对美金已经起到4块2毛4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也代表也证明外资金融市场对新的团结政府有信息 也是槟城八眼区国会议员兼亚裔布谍区 周议员的林冠英今早在冰岛天宫坛出席天宫弹活动时表示 他因为在八眼选区高挂一万盏灯笼 而被有心人批评这里不是中国香港 不需要挂那么多灯笼 林冠英认为人民提出挂灯笼的要求并没有错 团结政府会继续照顾全民 同时捍卫我国的多元种族和宗教色彩